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范琪 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 双方球员是步入比赛场地 杨志的小范围 这个处理球呢不是太干脆 突然被对方打了一个身后 罗本来了 杨志面对罗本 打门 这个球还在球门线上 最后是被补进了球门 二号张俊哲 是想把这个球从球门线前解围 但他实在扣起来太困难了 这球角折想挡 已经来不及了 是非常开阔 非常漂亮的转移球 这边 投球门门球进了 这是罗本 就是这么一个大范围的转移 出现了一个大的空档 然后是伯阿腾 非常精准的传球 因为在他传球的时候 他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 瞄 来选择这个点 对 来选择点 对 来选择点 对球很轻松的 又被把半人梦运推断了下来 这边李贝里可以牵牵去形成担刀了 面对杨志 李贝里还在过 好球 他想过杨志 杨志扑倒了李贝里的担刀 这球塞得非常贼 李贝里 你看 他想变相摆脱杨志的防守范围 杨志已经猜到了他起脚的时机 所以直接伸出双臂把球挡了出去 把球挡了出去 第三楼 罗本 呼阵来了 杨志的呼救 突破打门 这几乎是一个必进之球 这一下没有办法了 又是精准的边路全球 李贝里传笔萨罗 来看 其实呢 我们在中路防守的时候呢 人员还是比较多 对 这一下就是 注意力稍微有一点不集中 就被毗萨罗抢到了前点 这个防守啊 其实太搜散 李贝里在那个位置拿筹 我们的这个四名防守队员 还是 没有全速跑 穆勒 后点 头球攻准 杨志直接把球摘在手里 看这个 嗯 哦 打的有点小 天路被套上来了 来看看传球打门 这个球实在是没办法 他自己其实非常着急 现在在和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当中 他取得了进球 而为他助攻的是 刚才错失了几次量机的 马里奥哥麦斯 对对 这两个人换了一个位置 哥麦斯成了传球的 哦 哦 哦 穆勒 这一下真是速度奇快 强行超车 在中间 打门 球进了 就是杨志在身边的威力 班祖基奇终于进球 在比赛的第78分钟 场上比分变成了5比0 在接近点球点的位置上 在接近点球点的位置上 穆勒基奇是和手边杨志一对一 之前的毛建青一直是 没有选择这个 没有应该说没有接应他的同伴出现 只能回传给江涛 但是他回传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稍微不太好 显得也不太好 非常漂亮的转移球 哦 过来投球攻门 哎 张恩海想在门前补这个球 如果把球踢进了球门 哥麦斯过来专门安慰了一下 张恩海 这一次是哥麦斯 再看啊 哥麦斯 冲上去顶 杨志判断错了方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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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